哈囉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是雷雕課程 那今天雷雕課程呢 一樣我們是把學生的你們的作品 我們用Snapmaker 上來去做整理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把學生的作品 都整理出來 然後呢我們會直接把雷雕的過程 然後一起成品 給各位同學看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已經有收集到一些同學的作品了 可以看一下這些都是我們同學的作品 好 那我們就會一個一個雕 好 按照順序 那所以今天的話呢 因為男生的部分是交了兩個 女生的部分是交了1 2 3 4 5 有5個 OK 所以你不用擔心老師都會雕 好 那因為老師今天選的圖片呢 是補角形 好 那我們就選 嗯 選這一個部分好了 好 暈了這一個 他一次跑7個出來 應該沒有吧 應該是只有跑1個 OK 等我一下喔 再開一個new file 好 我們現在是放這一個 好 這是他的 好 那也是一樣喔 然後我們在做調整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老師放大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顆粒蠻大的 好 那這個部分 老師稍微聊一下這個木片的大小 稍等一下喔 好 老師測量了這個木片寬度是405 那 呃 長是4.5 寬是3 所以4.5除以2的話 我們大概只能抓2.25喔 所以蠻小的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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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蠻小的 2.25 OK 大概是這樣 好 高的地方是3 好像只能到1.5耶 所以不能太大 去抓一下這個部分 柯的狀態應該是可以放得進去 好 所以目前的話 我們是抓這樣子 寬度你就記得 這條線在中間 這個頂在這邊 好 這是 這個主題呢 這個作品呢 是畢業 跟畢業有關係的主題 好 那所以 目前我們在這邊調整的是怎樣 好 那還記得下一個步驟嗎 我們要處理 選一下 我們要使用黑白呢 還是要灰度 我們看灰度的話 就有一些這邊 橡樹比較明顯 橡樹比較大 那史料我們說的 雖然比較接近原圖的狀態 可是它刻的時候 主要是以線條為主 所以是線條的東西 它刻起來比較大 好 那所以這邊我們還是黑白的 好 那我們再稍微調整一下 這個黑白的這邊的數值 跳到滿的話 人太黑了 199 183 差不多 哇 183太黑了 151的部分 應該還可以看到一些方式 那我們就以146這個部分 再調整一下 82的話呢 哇 82有一些地方 這一個人 第二個人 第三個人 看的不是很清楚 好 再稍微再低一點點 127的部分呢 很深啊 146 就好一點 好 那我們就以146這個部分 好 黑色的比例 146的部分 現在可以再小一點 調整一下135 好135的部分應該還可以 OK 那是調整到135 好 所以下一個步驟 我們就先處理囉 好 一樣選取它 好 先選取這個圖框 好 然後來這邊 Create to Pet 先調 我們Mipu用 8好 我們Mipu用8 好 那剩下就不用調整了 記得按下保存 按照保存之後呢 它這邊會開始再跑 OK 好 記得按生存巨代碼 然後呢 成功之後 這邊有告訴你 成功了 再將巨代碼 加載到工作區 OK 好的 好 那我們已經到這邊了 所以這邊我們要連接我們的 我們的機器 好我們先按一下連接 喔 還沒有 我們先重新整理一下 好他要先抓到這個 COM6 好我們先連接 好我們機器是這一台 然後按下選擇 好那這邊就開始了 OK好 那這邊老師先放置圖片 雷雕部分的圖片 會分開放在後面 喔 所以這邊的話 設置的地方是最好的 就是要放置圖片 我們來這個 我們先進去 然後放置圖片 對啊 我對這個 好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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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再加一點點 你看喔 先加一點點 再加一點點 再加一點點 老師那邊同步會在錄影 如果老師做得到 可以把畫面分小小的在上面 那你們就看得到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先打開我們的光點 好 那光點打開之後呢 這邊的話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光點置中 好了 過來已經可以操作了 好 光點要先打開 好 光點要先打開 好 你先調整一下我們的光點 好 我們先設置工作園點 先把光點置中 好 我們先設置工作園點 好了之後呢我們來跑冰框 好來會稍微超過一點點喔 不過看起來應該是還好 好的那這時候呢我們先把光點關掉 然後呢把我們的功率拿到100 好設置 好設置好之後呢我們這邊 打開之後 我們的歪值好像還沒有確定 等一下喔我們的 等一下 因為高度我們還沒有抓好 好 來沒有問題 光 直接調到100 好記得按一下這個箭頭 好那我們就可以開始雕刻了喔 所以開的時候就要按開始喔 開始 開始就開始刻了 那我們看一下時間 大概刻的時間是5分鐘 5分鐘 還好喔5分鐘而已 還好喔5分鐘而已 好 好那這5分鐘的時間呢我們就是等它雕刻完畢 好那我們會放在這個影片的這部影片的後面 它會接著播放 OK好所以老師在電腦上的講解呢 就先到這邊 OK那等一下我們會在 後面會再接一個 好我們這一個圖片的雕刻過程 OK那 電腦操作部分到這邊 那後面呢同學你再請你繼續觀看雕刻的過程 OK謝謝大家 掰掰 我身邊同步會再錄影 那如果老師做得到 畫面分小小的在上面 那你們就看得到了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先打開我們的 光點 好 那光點打開之後呢 這邊的話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光點置中 好那老師過來這邊做操作 好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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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們先調整一下我們的光點位置 好 好 我們先把光點置中 好我們先設置工作遠點 好 好了之後呢我們來跑冰光 好來 就稍微超過一點點了 多看小應該是還好 好的 那這時候呢我們先把光點關掉 然後呢把我們的功率調到100 好設置 好設置好之後呢我們這邊 按打開之後 我們的歪值好像還沒有確定 就等一下喔 等一下 等一下 因為高度我們還沒有抓好 先看一下 觀察一下 好 好 來沒有問題 光 直接調到100 好 記得按一下這個箭頭 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不要割了 所以開了之後就要按開始囉 開始 開始 感覺開始割了 那我們看一下時間 好 大家割的時間是5分鐘 嗯 還好5分鐘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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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這5分鐘的時間呢 我們先把它調整完畢 好 那我們會放在這個影片的 這一部影片的後面喔 他會接著播放 OK 好 所以老師這電腦上的講解呢 就 先到這邊 OK 那等一下我們會在 後面會再接一個 好 我們這一個平面的調整過程 OK OK 我們電腦超過的部分到這邊 那後面呢 同學我們在前面繼續觀看 教科的過程 OK 謝謝大家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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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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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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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